所以说希拉里这次参选 为什么说她是强势回归 主要在这 在2008年她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是在民主党内部竞争当中 输给了黑马奥巴马 那么这一次明显 有实力能够在民主党内部竞选当中 击倒希拉里的人几乎不存在 你别说是民主党 就是她的对头共和党里边 现在准备参选总统的人 民调支持率明显都不如希拉里 希拉里大约有81%的美国人 说我准备支持希拉里 有57%的人说我要投她的票 而且在和其他竞争者 站在同一个平台 接受民调考验的时候 只有希拉里一个人 获得了正面的评价 就是说对她正面评价 和负面评价的比例 是正面49% 负面46% 她超过了负面评价 其他那些人都是 负面评价比正面评价还要高 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好选择 成为一个好选择 是一样的时间 她是一个素兴的女人 她的经验 她有那种选择 她会让她回家 我觉得她是很努力 她是在哪里 我认为 她应该是一个女主持人 已经是时间了 我非常感兴趣 我非常感兴趣 而且和她对垒的准备 参与民主党内部竞选的 以至最终 共和党的竞选对手里边 出名的这么几个 你像我说起来 比方说这个 马里兰州的前州长 奥马里 福西尼亚州的前州长 韦伯 共和党那边呢 有现在德克萨斯州的 参议员克鲁兹 也有这肯塔基州的 参议员保罗 那么这些人 可能美国人听起来呢 他们算很有名 但是即使很有名 名气跟希拉里比 差的相当远 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 我刚才说这几个名字 您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所以希拉里在名声 名气这方面 那是甩气她的对手 好几条街都不止 她真正一个大的对手是谁呢 这个人叫杰布布什 说杰布布什你不知道 但是说她爸爸老布什 说她哥哥小布什 您一定知道 就是说共和党 现在把希望呢 很多人压宝压的杰布布什 因为她能战胜民主党的 候选人希拉里 当这条消息被大家广泛确认之后呢 有人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说这个有意思啊 你看布什家族 老布什1988年当了总统 小布什2000年上来了 如果这次小布什的弟弟 杰布布什 小小布什在等 那好 美国布什家族去一门里出现 三日总统 这创造了世界纪录 那么说希拉里这边呢 克林顿 我们说92年上来了 当了总统了 现在希拉里又当总统 这是两口子对一二三个 所以有人戏称呢 这次总统大选的结果 很有可能是布什家族的3.0百 对抗克林顿家族的2.0百 那么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在将近30年间的美国总统当中 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 都参与了美国总统的竞选 你看88年老布什当总统 你再往后看92年克林顿上来了 然后96年克林顿连任 2000年是小布什 然后再往后你再看2008年的时候 希拉里又和奥巴马争了一下子 输了 现在是希拉里和小布什的弟弟 又要开始争 所以30年间 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呢 其实是被布什家族 跟克林顿家族给包园了 这一点也引起了 美国很多人的一些反感 本能的有一种抗拒感 可是事实上呢 这些年来看呢 美国总统的家族化趋势 是非常明显的 刚才我说的克林顿家族 跟布什家族 参与了30年间 所有美国总统的竞选 那么何况美国 之前还有洛斯福啊 还有肯尼迪啊 若干个政治家族 那么这些家族的大量出现 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 削减了美国民主的基础呢 所以这有很多美国人担忧 说如果美国的高层政治 被这些家族垄断的话 那么美国将有可能 陷入那种独裁啊 或者是说政治决定经济 政治干预经济 这样的一个不利局面 这对美国的发展 和美国坚守的价值观 都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有一部分美国人 是很抵触出现 克林顿2.0对抗 布什3.0 这样一种总统竞选 那么完美国人佛权的价值观 比赞